音樂 一個多小時的飛機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宮崎機場 那我們會在機場附近待一下 跟這次的與會人員會合之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新的行程囉 大家知道宮崎最紅的東西是什麼嗎 最紅的是芒果啦 哇 一到機場就可以吃芒果 Soft Cream 通常在市區啊 這些芒果人家都不會加那麼多 果然是宮崎 來來來 直接吃 坐了大概一個小時出頭的車子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岩岡 有點運氣不好 因為今天天氣有點陰 然後可能有颱風經過 所以可能會有點下雨 那我們就看看吧 就是聽天由命吧 如果就是天氣不好的話 那請大家多多見諒囉 車站出來呢 就要搭乘這個小巴球 下一個景點啦 開始戶外的行程 希望雨不要太大啦 我們車停在後面啊 因為從這邊應該沒辦法開車過去 所以我們把車停在這邊之後呢 大概走個三到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到我的河邊啦 來撞丁門把船啊 要拖到河川裡面去了 加油 YouTube在旁邊看就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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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武裝啊 安全帽 跟這個救生衣 都準備好了 第一次玩獨木舟 第一次玩獨木舟 好累 運動量超級無益 難怪那些玩獨木舟呢 超級健壯的 然後呢 其實我也不太會往前往後退 所以呢 有點緊張啦 不敢離開岸邊太久 這個 我可能對37歲的包補還說 可能有點謝謝 但是按照個人的一切 見面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能 我們在這裡 也會不會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有個月 幸好,只有褲子一點點濕了 我還保住了我的身上的乾爪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有操作海 今天是要這種方式來釣魚 之前他第一個看,帶挖巾又帶抱子 因為帽子是我正式標記,所以我千萬拿不下來 好,我就去摸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滴雪花 釣完的魚就會在那邊烤 那我們就 豪邁的就是抓一把耶 剪一把 豪邁的抹在香魚上面 這等一下應該蠻鹹的 也蠻多的,蠻鹹的 為了這樣做,為了看到它烤的程度是如何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可以把鹽剝掉 否則太鹹的話,吶吶量太高 對身體也不太好 補完之後呢 就可以大塊朵頤 果然是西米內的魚啊 這個肉質真的十分的鮮甜 現在時間是快七點左右了 所以我們就準備吃晚餐囉 現在到吃飯的時間 居然就是有點風啦 但是並沒有到就是下雨 然後也沒有到特別無敵熱 所以我們現在走路呢 在那邊散步一下去我們的晚餐的地點 享受一下這個晚上的涼風啊 我們今天要享用這邊的 在地的好料理 像這個是南蛮雞 也是宮崎當地的特產 這個是 屍魚的生魚片 這個是 雞腿肉 我超愛吃雞腿 來吃吃看南蛮雞啦 這個塔塔醬啊 酸酸甜甜的而且不膩 然後這個肉啊 非常的juicy 我們在check out之前 就來吃個飯店的早餐吧 我們在check out之前 就來吃個飯店的早餐吧 紅旗各種不同的特產 我們現在停車休息一下 在這個休息站大概休息30分鐘左右 看這邊有沒有什麼 好吃的物產或是好買的東西吧 色香葡萄啊 一個950塊日比耶 這在市區跟市區比起來其實差不多 市區大概要1000塊2000左右 這樣的size 如果是愛喝酒的朋友們 也不要錯過這邊琳瑯滿目的酒品啊 他葡萄真的超多的 他葡萄真的超多的 來 喔 有點南蛙 直接吃好了 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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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 這葡萄的清爽啊 跟可麗餅的那個 因為可麗餅有時候 加了那個鮮奶油會太膩 所以呢 這個 葡萄它那個清爽感 剛好解膩一般 喔 這個 有機會的話來恭喜 吃這個 色香葡萄的可麗餅 不錯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 就是剛剛我們吃 葡萄可麗餅的這個農園啦 有沒有非常飽滿的葡萄 喔 因為葡萄是蠻脆弱的水果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剪的時候 就是 記得要一手扶著 然後 就輕輕的在中間剪一下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剛剛在 可麗餅上面吃到的 紫色的葡萄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 圓竹馬斯摩托來吃 宮崎的另外一個 當地的特產 卡拉麵 新麵 Let's go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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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辣中帶有點甜味 我剛剛以為會很油 就上面浮了一點油這樣 沒想要喝下去之後呢 你想要這種清爽很多耶 吃一下它的麵啦 公約麵 蒟蒻麵 蒟蒻麵 Q度十足 然後有嚼勁 我覺得這真的很搭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專做日本酒啊 就是日本最南邊的酒造 千德釀造園 那這家店呢 也是有120年的歷史 那在宮崎縣呢 只有兩家專門做日本酒的酒造 那這就是其中一家喔 現在呢 負責很認真地來跟我們介紹 日本酒的製作方式 真是 取了很多呢 那距離我們下一個景點還有點時間 所以就是這一次的負責人呢 就帶我們來到這車在旁邊的一個 就是AR XR 就是這個 有虛擬體驗的一個場所 好我們剛剛玩完了就是很先進的AR 好我們接下來探訪一下歷史 我們來到岩岡城內藤經驗博館 這邊要擺了很多就是具有歷史的收藏 比方說我左邊是舊死亡時代 升溫時代到民生時代的一些 所使用的物品 這邊還有一些古墳時代留下來的 戲劇耶 我現在就要體驗穿 甲州正大 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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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啊 穿成這樣上去就可以 那個 一騎當千了對不對 太屌了 好試試看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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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穿甲州體驗應該算是我人生的一個成就解鎖 因為呢 我本來就蠻喜歡城堡跟江沐的歷史嘛 所以有機會就是穿上這種甲州 那種大名或江沐的感覺 那怎麼說呢 OK 稍微休息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去吃晚餐啦 好看 那我們第二天的行程都結束啦 雖然早上雨下的很大 或一整天就是雨都下的很大 但是呢 也因此這樣在市區體驗了很多行程啦 然後過了一個非常有知性的一天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囉 接下來進到第三天啦 哇 這個沙 如果有晴天的話會更漂亮 那有點可惜啊 你看看後面那個浪那麼高 所以我們今天原本其中一個行程是要體驗大家獨木舟 但是呢 因為浪太大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要剪 就是海邊的貝殼啊 然後來做一些手勢之類的 那看到我們後面這個車都準備好了 等一下應該就要進行我們的灑網補的活動啦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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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鱼 希望能够钓到鱼 我们上午精彩的捕鱼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哇,真的是很耗体力的火耶 拉网之后,捕起来之后呢,鱼会直接在网子上面,然后再往上之后呢,你还要去想办法把它太小的把它挑掉啊,然后大的要赶快把它杀掉,然后赶快拿去洗,然后放在cooler这种种的这些动作之后呢,才算一次完整的捕鱼,真的是很辛苦啊,辛苦了,鱼师们 我们现在要离开民宿了 这次在宫崎县的岩岗三天两夜的行程,就要这样告一段落啦 距离民宿大概十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就是一个休息站,那休息站里面的餐厅叫做海鲜馆 那我们三天两夜宫崎县岩岗市的行程到这边结束啦,我们刚刚也爆买了一包东西回东京啦,我是宝波,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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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